五百块钱收了一台苹果15% max 来看一下机器很烂 基本上被摔包废了 屏幕已经摔分离了 在你们眼中像这种机器是不是直接拿去换盆了 但在我这最起码可以赚你们一个月的工资 现在好的机器差不多6500块钱 500块钱回收的 足足有6000块钱差价 然后现在我们去市场看一下能不能修好 修好了卖粉丝 赚他3000块 现在我们到市场了 好 我们先找个屏幕测一下这个机器主板能不能开机 这个摔的确实很严重 看到没有 基本上已经摔成零碎了 但说实话500块钱 但就算他修这个机器花3000块钱 他还是有3000块钱的差价 好 现在我们先装上机器看一下它的 功能有没有问题 看下主板能不能开机 来 点点花 还这一包好了 还这一包好了 你看一下 这个模英带的 这个是全圆的 你看标都没撕的 现在已经开了 其实里边很干净的 看到没有 这基本上都是没拆过的机器就摔坏了 这块弯了 但是主板应该是没有弯的 这块应该是没有主板的主件 看到 主板没弯 主要主板是好的 一切都是平安的 哦 这个线没弯吧 应该没有弯 稳了 兄弟们 稳了 现在我跟你说 就算是 稳了 应该是0509 05年9月份 出生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下功能上面有没有收拾 摄像头 摄像头0.5倍 0.5倍有点模糊 0.5倍有点模糊 应该是这块 应该是蓝光化了 5倍乘2 有点模糊 摄像头蓝光化了 修一下蓝光差不多120块钱 看一下其他功能 面容能不能是好的 面容如果是再是好的 面容是好的 但是是有他们的面容 有他们的面容 证明什么 兄弟们 面容是好的 看一下关于本机啊 通用关于本机 15 Pro Max 国航 256G的无SIM 显示屏显示个位置部件 然后 他只要有这个 加密组件在 加密组件在 基本上这个位置部件就可以搞定 256G 我们再检测一下其他功能 来 看一下检测针 检测针 那是排线问题 一下按一下 检测针没问题 录音 拆开就好了 喂喂喂喂喂喂 录音还是没问题 还要烂成这样了 我给你告诉你 所有的功能全没问题 现在就什么问题呢 估计电池要换 摄像头蓝光要修 换个壳 换个屏 屏幕现在大概是2000块钱 2000块 加上壳 壳差不多 我们换上的话 差不多500块钱左右 500块钱 电池100块钱 再加个摄像头蓝光120 搬个IC50块 500 500块2000块2500块 2600块2700块 2700块加上我们 加上我们 收的机器500块 3200块钱 搞定这台15 Pro Max 256几 卖个5000吧 嘿嘿 Buy